你有沒有難燈 可以先採燈上去 我坐在那 不會坐上面都這樣 我通常都著火了 這是松山車站 火車爆炸事件 雖然小組火速 在兩小時內鎖定嫌犯 15個小時確認證據 排除恐怖攻擊 警方是如何辦到的 李隊你好 好 是 有現場 好 那我們知道了 馬上出動 那我們到達現場之後 為了預防 有第二波的炸彈 然後也怕 逮捕用遙控的方式 來引爆爆裂舞 所以我們就立即就 輕鬆了 先這樣準備起開啟 然後由我們的主助理 穿著防爆炎 帶著搜索火影服 去車廂裡面做一些搜索 防爆小組夫妻 最怕還有未爆彈 必須先打開遮蔽器 新市局新採購的電子遮蔽器 能讓周邊所有的手機 電波失效 遮蔽器能防止遙控引爆炸彈 少了這個步驟 後果不堪設想 就怕遇到碗爐電影情節的遙控炸彈 當時在台鐵車廂的四周 手機訊號全部被蓋檯 也在車廂內找到了破裂鋼管 和紅色反布袋 判定就是爆炸點 在這個車廂裡面 有多少人受傷 在這個裡面名單要確認 案發當時所有人討出的車廂 只有55歲的林依昌 攤坐在椅子上 一點也不恐懼 醫生當時有出示他的CT片 那同時也看到 醫生也近視說 他的傷勢嚴重以外 他身體有某些部位 都有金屬片 那再來他的傷勢的 那個受傷部位是很對稱的 那當然我們就會研判 你今天爆獵物 如果是在這個引爆人的前面 他去拉爆的話 那當然才把他對稱 你們為什麼要在火車上 做這種事情 你會不會很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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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記者 麻煩先幫我別人 自製的那個爆裂物 最主要是他要引起大家的重視 可能對人生的一些 不太如意的故意 因為我是發現到他可能因為 就是對這個以前的生活不如意 包括他的所有他的 從他結婚 然後到他的小孩 到之後他跟小孩離開 然後他的生活不如意 然後開始他產生 對人對所有一些不滿 林怡昌要求做精神鑑定 結果證明他的精神狀態 沒有異常 仍然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